也會下雨還是下雪 也會有瘟疫 但是感謝主的保守 我們還是來到這裡 一起來敬拜神 魯力今天一個人辛苦 沒有人跑步地 魯力跑完這邊跑對邊 神力加力量 我們先來讀今天的經文 《余佛索書》第四章 四到六節 《余佛索書》第四章 我們一起來讀 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只有一個 正如你們蒙昭 同有一個指望 一主一信一喜 一神 就是眾人的父 超乎眾人之上 放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好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我們感謝您 主啊 雖然是天氣寒冷 也很快就會有雨雪的天氣 也很快就會有雨雪的天氣 也是在這個 瘟疫肆虐的時候 但是我們依然來敬拜 求神你保守我們 賜給我們有幾可故意的心 也求祢看過我們 看過我們出入的體安 主耶 祖祢愛我們 如同你眼中的同仁 求祢把我們每一個 你的兒女都 护在你的翅膀的陰下 主啊 您真的就是 像我們的聖天九十一天所說 所有千人鋪倒在我的旁邊 外人鋪倒在我的右邊 這災卻不會臨近我們 主耶 祖 因為我們是 你用自己的保守人所 熟賣回來的 求祢保守我們每一個人 在你面前有平安 喜樂的心 有幾可故意的靈 一起來聆聽祢 賜給我們的話 感謝神 願祢在這裏 得以大能的榮耀 祷告奉行為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我們已經是有三週沒有 繼續分享我們的 佛所書 佛所書的主題 我們說就是教會 那麼它是從方向裡面 講到教會 那麼我們前面有四次講的是 行事為人與蒙昭的恩相乘 心人 我們是在基督裡心造的人 其人相乘的行事為人的五大特徵 第一就是 由謙卑而生的溫柔 由溫柔而生的忍耐 由忍耐而生的寬容的愛心 由於寬容的愛心 才會以和平彼此聯絡 那麼最終的目的是 保守聖明 賜給我們的和而為以的心 我們就 就是不需重複講 因為我們前面有四次來講這個話題 那麼我們就想想 我們自己是不是一個謙卑的人 是不是一個溫柔的人 溫柔不是軟弱 它是聖明的果子 是能夠持守真理 是能夠讓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才能被聖明掌控 忍耐 忍耐不是忍受 忍耐也同樣是聖明的果子 是在艱難的環境中 不管在什麼環境中 仰望依靠神 而生出了寬容的愛心 因為你知道你自己是不好的 你才會去寬容別人 如果我們驕傲覺得自己很好 不會去寬容別人 有寬容的愛心 才會用和平彼此聯絡 而不是用標題 不是用指責 不是用責備 是用寬容的愛心 生出了和平彼此聯絡 那麼目的呢 是保守聖明賜給我們的 和而為一的心 這是我們前面四次所講的 然後竭力保守聖明所賜 和而為一的心 竭力就是指的是全身心的投入 為了教會有和而為一的心 我們要全身心的投入 而不是說 投入一點點就是 對某些人忍 對某些人不忍耐 對某些人溫柔 對某些人不溫柔 對某些人謙卑 對某些人不謙卑 是全身心的竭力的 那麼今天呢 我們開始講 今天的經文 今天的經文 這是龍招的相承 是吧 就是七個一 這是非常重要的兩節三節的經文 一個身體 一個聖明 一個指望 一主一心一喜一神 這是和一的七個元素 不能增加 不能減少 少兩個都不行 少一個都不行 加增也是不行 這是保守和一的 必要的七個元素 首先我們說 一個身體 一個身體 我們講了很多遍 從一開始講到現在 包括聖經裡多處都講了 我們是一個身體 普天之下 所有的教會 所有的蒙神 保險 數買回來的 蒙主耶穌基督 救贖的 所有的人 都是在一個身體裡面 在這個身體裡面有很多的 描寫 基督跟教會的關係 是新婦 是牧人和羊 是葡萄樹和枝子 是根基和建造的房屋 但是呢 最有機的一個就是 指的是身體和頭 耶穌基督是頭 我們是身體 身體跟頭的關係 是什麼樣的關係 不是香上去的 不是縫上去的 不是說摘上去的 不是湊在一起的 不是對在一起的 而是長在一起的 是有生命的連結 所以教會是活的 教會不是死的 教會不是一個機構 不是一個公司 我們為了賺錢 我們待在一起 我們為了生贈 我們來到教會 不是的 我們是 我們每一個人 連於元首基督 所以我們在一起 一樣的 就跟你的身體上的 各個屍體 器官一樣 是有血肉相連的 在你的身體裡面 不能少的是什麼 當然五個都不能少 食物不能少 但是我們身體裡面是 有呼吸 對吧 有呼吸 在運送氧氣 有血液的流動 來輸送給我們的這個氧分 這是我們 我們吃飯可以 一時間不吃 但是你不能沒有呼吸 你不能血液 那人立刻就死掉了 這是因為有集的一個身體 在一起 那麼我們 我們在我們的教會裡面一樣的 耶穌基督的保血 聖靈就像呼吸一樣的 更新我們的 每個人 然後呢 有耶穌基督的保血 在教會裡面 做了捷徑 聖靈做了更新的工作 這是一個有機的程度 所以說 我們看這個瘟疫 讓教會 讓教會有很大的這個 對教會很大的衝擊 很多人不能來教會 有的人是因為瘟疫 因為擔心 擔心家人 有的人是本來就不想來 然後呢 不得已要來 現在正好回見面 剛好就不來了 可是 可是我們要不要 我們是一個身體 你不能說 我的這個 胳膊 在這個 這個 這個房間放的 腿在那個房間放的 我的 我的頭在這個房間 然後我的 肢體 心肝肌放到另外的地方 對吧 我們是要連接在一起 一個身體 是有機的在一起 要完成一些工作 我們是要在一起 祷告 一起読經 一起傳福音 一起敬拜 一起讚美 一起生命成長 彰顯耶穌基督的榮耀 分開怎麼做 然後 禮經明天上班的時候 你需要胳膊腿 對吧 其他都不需要胳膊腿去上班 然後 其他都放在家裡 你沒有辦法完成 對吧 必須要整個的 所以教會是 一個身體 是連於元首基督 連於這個頭的身體 整個身體 要在一起 我們彼此佩搭 才能夠完成 神給我們的偷福 完成傳福音 完成見證主 完成這個 做光做炎的這些使命 不能分開 是不能分開的 對吧 不是說 東放一個 西放一個 然後我從來 去教會 我是不是上一個 就是教會的慧眾 教會不是這個意思 這不是身體 這不是身體 身體是要在一起的 是要在一起 不是連在一起的 如果你的身體分開了 你能完成什麼功用 你什麼功用 你完不成 你不過就是一個 去核而已 所以說 合一性 身體的合一性 是身體完成 它的正常功用的 最基本的條件 最基本的條件 如果說 身體跟 身體全部都分開了 不在一起 那就是沒法完成的 或者說 我們比如說 有個神經病人 他精神不正常 我們去念學 去檢查 課程指標 全部化驗完了 他都正常 你看他的功能 隔膜也會動 腿也會跑 會說 會唱 會跳 可是他不正常 他不正常 為什麼 因為他的不合一 因為他的整個身體 跟他的頭不合一 不能夠合一 合一指的是 整個身體聽密於你的頭 就是我們的教會 聽密於元首基督 你做什麼 一個基督徒 你做什麼 你該做什麼 你不該做什麼 你該怎麼做去哪裡做 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 不是我現在 我的手上去吃 我的腳上去跑 不是 是 統一指揮 是統一指揮 所以 一樣的 教會的統一指揮 是元首基督 如果教會 不聽密於基督 不聽密於這個頭 不聽密於我們的元首 那麼教會 就是個神經病 我們覺得這樣的 外面看的神經病有很多 我們不覺得奇怪 應該有很多神經病 但是教會 按神經病 我們覺得很正常 好像沒有覺得 是個神經病 教會不聽耶穌基督的話 不聽聖經的教導 隨心所有 我們自己想一想 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們常常都會有很多人說 就是 教會內容不累了 然後我們商量商量 應該怎麼辦 我們應該拼死誰當牧師 我們應該拼死誰來當傳道 我們應該讓誰當組長 應該讓誰當組員 這個不是的 這都是神的心意 在這個身體上 整個的這個身體 我們以前我記得有一個圖 就是一個大的人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圖 都是小的人組成的 我們是這個小的人裡面 每一個裡面 毛細血管 是每一個 一寸一寸的皮膚 一個一個的含毛 一點一點的血肉 是由我們組成的 那麼你的公共在哪裡 就是在哪裡 上帝安排你在哪裡 你就是在哪裡 不是我們胳膊頭上上上 這件事情就決定了 教會的事情 一定要通過禱告 尋求神的心 這是合一 就是你要聽命於元首基督 而不是聽命於你自己 而不是聽命於你自己 不是我覺得 誰必要盡錢 讓他來當牧師 我覺得 誰必要會說 讓他來查身體 不是 是上帝自己 我們通過祷告 尋求神的心理 然後呢 弟兄姊姊在一起 我們要在一起配搭 這是一個完整的身體 這是一個完整的教會 要完成它的功用 一個身體 不是兩個 雖然普天之下 有許許多的教會 但是 都聽命於元首基督 各完成各的工作 我們這個教會 在法拉盛 我們面對 大陸過來的心意裡 我們完成我們的功用 像北京尼亞的大阿福的最早總會 他們針對的是 在那邊工作的一些政府機構 就是在那邊留學 然後留在那裡的一些政府機構的一些活案 他們是完成那樣的事 可能在非洲 在穆斯林地區 在北韓 在各個地方 都是完成自己的事 今天教會是一樣的 我們是一個身體中的尼佛夫 由神來安排我們 我們一當無二成熟 我們一當有我們自己的什麼功用 那麼首先 身體的合一 是指 肢體在一起配搭 給予元首基督 這是一個身體 普天之下的教會 都是一個身體 不是說普天之下 坐在教會裡的人 都是一個身體 而是普天之下 被耶穌基督熬血捷徑 被他用生命贖賣回來的 坐在教會裡 還不一定的幾個 很有可能不是 只是來裝裝樣子 沒關係 我們也不知道 見他人心配合的 不是我 不是你 不是務實 不是任何人 將來 你身上有沒有聖明的印記 一個聖明 你會不會永遠與主同在 在天國裡 是上帝所存 你在這裡裝樣子 你的問題都沒有人 你自己將來 得不到永生 是你自己受不分 所以身體只有一個 身體的合一 是一個身體正常公用的 最最基本的條件 就是最基本的條件 然後就是一個 一個聖明 另外就是說 這個身體只有一個 是不分的 我是中國人 我是華人 他是黑人 我跟他不是一起的 華人 尤其是愛說 黑鬼 這種很 不好的話 我們就是 如果說 我曾經在一個 其中途的群裡 有看到過這樣的話 就說 那個就是孟晚舟 對孟晚舟就是 我回國了 然後就叫做歡迎 然後兩個 她回國了 兩個加拿大人 同時就回國了 然後 我就發了一個 我說今天的點 今天的熱點是 一個加拿大人 換了兩個加拿大人 因為孟晚舟也是加拿大人 然後就是 然後那個人就說 我說說 這一個比那兩個值錢 我當然心裡很不舒服 那兩個 那兩個憑什麼 都是上帝創造的 憑什麼你就給他們值錢 就因為你是中國人 那兩個是基督徒 你知道 沒有那兩個是基督徒 在上帝眼中 那兩個更值錢 對吧 但是我們就會以這種種種族 種族或者國際來論 我們不是一個身體指的是什麼 不管它是黑的 白的 黃的 棕的 不管它是中國的 美國的 非洲的 阿拉伯的 任何一個地方的 它只要是我們身體裡面的一個肢體 它是我們的英雄子 為什麼要分中國人的外國人呢 在你的心裡是這樣的嗎 但是上帝心裡不是 不是 是一樣的 上帝心裡是一樣的 我們愛分 就像那個時候分 我是屬保羅的 我是屬亞哥羅的 我是屬基法的 我是屬基督的 我們心裡的外國人 什麼這些要分 今天一樣在分 記得一個身體是不分的 只要是神的而已 不分的 我們要去掉我們頭腦中那種 所謂分國型 分種族 這些是撒旦而來的謊 是欺騙基督徒的 一個身體指的是什麼 只要是耶穌基督寶選手拿過來的 只要是信耶穌的 只要是我們的弟兄姊妹 它就是我們身體中的一部分 你會嫌棄說 我這個皮膚這個地方是個黑的 我把它扣掉嗎 不會 我們要明白 說起來簡單 做起來難 對吧 說起來我們是一個人的身體 好像我們交換的人 可以再彼此下來 如果這是一個黑人的交流 我跟他就不用彼此下來 然後尤其是再來 非洲的那些比較貧窮的 我們去看南美那些交貴 好像我們就很看不起人家 這是我們的問題 你有沒有當你是這個生命中的一部分 你要知道 上帝一共他自己的生命輸給了你 也輸給了他 所以我們要明白 我們不講一個身體中的肢體 我們是一個身體 記者是一個身體 那麼第二呢 就是說是聖女只有一個 一個教會裡面活著 我們剛才講 一個教會他活著是有標誌的 他一個人是活著 這個人會動 這個人會思想 這個人是有生命的 因為在他們裡面 每天不停的 血液在流通 在呼吸 把養分送到各處 教會裡面 神的話語和聖女 耶穌基督的老血在結晶 這是不停的 不停的在做更新的工作 神的話語是我們生命的量 你有沒有吃 你有沒有吃 我們教會有讀經 每個人要參加 有個人他就是參加 要參加 你不吃飯會死 不讀神的話語 你死人的生命也會死 會死 會死就不是誰 一樣 聖女在我們的裡面做更新的工作 聖女的更新 神保許個捷徑 讓我們這個身體 也就是讓我們這個教會 也就是讓普天上所有的教會 是活的 我們靠什麼活著 不是說我們在一起 我們就是關心特別好 你愛我我愛你 我們就能活著了 我們靠的是聖靈的更新 我們靠著神保許的接近 我們靠著神化一個餵養 教會才能夠活著 這樣子就像這個氧氣 在你的身體裡不斷地循環 聖靈的能力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也是不斷地循環 我們肉體需要的是氧氣 需要的是呼吸 需要的是血液的循環 我們的靈 屬靈的那個身體 就是我們的教會 我們每個屬靈的兒女 我們需要床 我們需要聖靈在我們裡面的更新 需要神化一個餵養 在教會中聖靈不斷地運行 這個教會才有活力 這個教會才能夠有能力 去會主做功 所以說一個聖靈 普天之下一個聖靈 聖靈內置在我們每個人的裡面 所以聖靈的工作呢 就是在教會裡面 做什麼 聖靈的工作不是說像一些 特別靈恩的教會 最愛說的就是 我們這個說方言啊 倒地啊 依賓啊 趕鬼啊 幾乎外在的 他們一說 有沒有聖靈的工作 有沒有聖靈的運行 這是聖靈的運行嗎 這就是聖靈的小小恩賜 那麽聖靈的工作 那麽聖靈的工作 到底是什麽 十字經驗一樣八折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從 以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让人一病赶悔,嫌疑能,说方言,好像圣灵的工作是这次。 你看《十都行传》第十三加第二节,他们的侍奉主近视的时候,圣灵说,要用我分派八道八道扫罗,去稳招你们所做的功,圣灵会分派我去做功。 不是我们联合起来商量商量,而是圣灵分派,圣灵分派是来做什么?就是圣灵的工作。 然后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六节,在约翰福音很多地方讲到圣灵的工作, 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但宝贵师就是,福音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只叫你们,不一定要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让我们能够想起神所对我们所说的话,就让我们能够想起圣经的话,然后他来指教我,应该就不去做。 你读圣经读不懂,就可以祷告,圣灵会领导的。 然后呢,是在十五章二十六节说, 十五章二十六节说, 但我要,但我要从父那里拆跑过世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就是为主做见证。 和十五节,跟一章八节一样,然后十六章八节说, 他寄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依、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是在我们里面做的一个方式 就是让我们畏罪 畏赢 畏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我们在信主以前是责备别人 除了这个事情都是你不对 都是你说的这个话 我才说这个话 你不做这个事 我也不做这个事 但是圣灵来了以后是要畏罪 畏赢 畏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是考虑考虑 我哪里做得不对 人能够在主面前悔改 能够责备自己是圣灵的工作 没有圣灵我们能做不到 然后在十三节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来 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 他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就是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并且把将来的事说出来 我们很多的 尤其是灵恩派的教育 他们特别喜欢后面的话 圣灵会引导我们把将来的事说出来 但是这么多圣灵为主做见证 圣灵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赐我们能力去传福音 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让我们详细主的话 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神的话也说都可以 还有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六节 我们本来不知道怎样祷告 圣灵与他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当我们会祷告的时候 圣灵与他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很多的恩赐 这一切都是由于圣灵所运行随即分给个人的 就是你不管有什么样的恩赐 你是讲道的 你是查经的 你是戴心拜的 你是放PPT的 你是安慰人 劝勉人的 你是做饭的 你是做任何一个工作的 这个恩赐是圣灵随即分配给个人的 圣灵根基教会的需求 会分配不同的恩赐在教会里面 让这个身体里面的肢体 彼此配搭 这是圣灵的工作 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还有在提多书的三章五节 三章五节是这样说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来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更新我们的心意 你以前觉得 人不为己天出地面 你现在发现不是 你要为了神 你要行出天国的人 天国的义 神的国和神的义 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的心意 所以圣灵 我们一个圣灵 同一个圣灵 刚才我是大概的讲了一下 因为圣灵论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我们今天也不是讲这个 我只是大概的讲一点点 就是圣灵的工作 在普遍之下 所有的教会 在每个基督徒的心里 它更重要的是 赐给我们的能力 让我们成为主的见证 赐给我们的能力 赐给我们恩赐 来为主做工 然后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 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然后让我们 不会祷告的时候 用它说不出的叹息 来替我们祷告 然后自己责备自己 然后分次不同的恩赐 给教会的会众 引导我们 进入神的话语之中 这是圣灵工作 这是圣灵最最重要的工作 至于让我们知道 将来的事只是一点点 尤其是说方言 你的离病感 这些东西只是一个恩赐而已 这只是一个恩赐而已 就是圣灵更重要的工作 是改变我们这个能力 更新我们的心理 如果说 你以前的这个 心理的想法是这个 我就是要为了 缘我的美好梦 那么现在呢 你要缘你的天我梦 人的江山力感更新来 你要以你的本性 上帝要改变你整个人 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是靠着圣灵的工作 这个不是说 你说你继续方言 不是说你岛地一定感悟 就能够做到 这一点点的事情 对于上帝 对于圣灵来说 什么都算了 每个人马上就可以做到 但是 他要更新我们每个人 从里到外的 把我们的心思一念 完全地更新 这是圣灵 一直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 一直在教会里做的工作 一直在古典之下 所有基督徒身上做的工作 所以说一个圣灵 为什么我们就在一个身体里 我们就有一个圣灵 这一个圣灵引领我们 帮助我们 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 然后说 一个指望 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说 那是我们 我们是外保的 对吧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是这样讲的 我们以前学过的 大家还记得 说 那时 你们与基督无关 我们是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基万 诸约上是几万人 毕竟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没有神 我们说 哎呀我们怎么没有指望呢 我们虽然不信主 但是我有很多的指望 我现在在 在在在在在在这个 美国待着 我的指望就是绿卡 对吧 等我有了绿卡 我就是公民 或者说 我 我拿着绿卡最好 我可以中国跟美国 两个人随便走 然后那边赚钱 这边花 然后我买大房子 然后我生儿育女 这就是我的指望 你在信主以前 甚至没有更新你的心意以前 这确实是你的指望 但是你这个指望只有几十年 几十年以后你就死了 你说没关系 我可以留钱给我儿子 你儿子也就几十年就死了 你说我还可以留给我的孙 你孙子几十年也死了 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这是指望吗 这个指望只是短暂的 在我们这几十年的指望 这个不叫指望 因为最终 因为最终我们现在知道 科学也总知道 对吧 宇宙是有限的 宇宙最后会消亡的 宇宙最后会达到能量平衡以后 宇宙就没了 到时候你的孙子的孙子怎么办 你在美国挣的钱怎么办 没了 都没了 这叫做指望吗 这不叫指望 那么 在宇宙所书第二章 我们以前学过的经文里面 没有指望 因为没有神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指望是什么 接着说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清净了 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血 我们今天可以清净神 我们可以有一个属天的胖子 我们可以有一个属天的胖子 我们同有一个指望 跟犹太人一样 我们就是要将来 在永恒的国度里 在神的国度里 我们是永永远远的神同在 这是我们的指望 不是说我利卡 是我的指望 如果利卡现在还是你的指望的话 那么你祈求圣灵 更新你的心意 改变你自己 让你的指望变成天国的利卡 从美国的利卡 变成天国的利卡 让你成为一个神的子 如果你现在还在想着 那是你的指望的话 那不是你的指望 我们不去想 那是真的 对吧 谁都明白 你活几十年你就死了 你的儿子也会活几十年 你的孙子还是就活几十年 然后你的子子孙孙孙 等到这个宇宙消亡的时候 我们挣了多少钱都给你 所以这是一个指望 同一个指望 我们是一个 一个身体上的肢体 我们是一个身体 不能分离 要在一起合一 才能正常的运转 我们是一个圣人 在教会里面运行 赐给我们的能力 更新我们的心意 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 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让我们想起神的话 更新我们 使我们 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身量 我们有一个指望 同一个指望 普天之家 所有的基督徒 同一个指望 你不要觉得上帝给我更多的钱 上帝给我想要的叫我指望 这个指望 是超过你的所处所想 超过所处所想 是什么意思 不是你想的 老板给我三千 结果老板给我五千 这个不是 而是指 你想的 就是这几十年里 能够过得好一点 上帝给你们 是永永远远的生命 这是一个指望 所以 一个身体 一个圣灵 一个指望 然后呢 下面我们讲 一主 一信 一喜 第二点 对 一主 一信 一喜 这又是三个目的 一 我们都是主的 都是 不是你自己的 你说我属我自己 不是的 你也不属我 我也不属你 你也不属你自己 我也不属你 一个信主的人,为什么是主?就是主嘛,他是主嘛 把他是主,你是什么?你是他的仆人 你什么都得听他的,你什么都是属于他的 因为你是他重价属满过来的 你和我本来都是要相互云的,本来都是属于撒旦的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毛血,舍弃的生命 属回来,他是我们的恩人,救命的恩人 而且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那个恩人 所以我们是他的,就没有任何的理论 你的钱是他的,你的人是他的,你的一切都是他的 一切都是他的,都归他所有 所以我们是一主,一主就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你赚钱不要自己花全都给教会 不是这个意思,上帝只要求我们充现十分之一 你维持这个教会的运转 我们要租场地,不是要付工资,行个分工资 就是这些东西,但是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一切都是他的 当然他引导你做什么,他引导你去哪里的时候 你应该去做 他引导你,不能为了你自己 我工作,我搬家,我什么都是为了我自己更多更好更赚更多 不是的,你一切都是为了他 你的脚部是蒙神带领,蒙神领导的 神会带领你在这个身体,一个身体中的哪个部分 来服侍,来运转 是神预先安排好的 所以这是一个主,主天之下的教会,只有一个主 如果这个教会有两个主 如果这个教会,比如说,什么事情都是政府说了算 宗教管理局说了算的时候,这已经就不是教会了 因为他有两个主 讲什么牧师和宗教管理局的主教,两个人说了算 这一定就不是教会了 教会只有一位主,只有他说了算,这是教会 一信,信一次就够了 不是说我们同纳在基督里 我们是同纳在基督里相亲上的 而不是说你信你的,我信你的 我们信仰的是同一为主,同一为圣经,同一个救恩,同一个盼皇 我们是同样的,所以叫做一信 就是,不是说我今天信这个,明天信那个 这个叫做,不是一信 而是我从心里接受耶稣基督,我相信的那一刻 我就是一个基督,这叫一信 你要是说你将信将疑 或者说你假信,你坐在这里,其实你不信 你不属于这个教会,你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 你不管坐在哪里,你都不是基督 你受洗了,你也不是基督 所以一信就是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就像这个殿脸 插上去,接通了,连于元首基督 这就是一信,一信一洗 一洗指的是受洗,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 每个基督徒施洗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牧师,就是用自己说 我奉张牧师,我奉王牧师,是奉耶稣基督的母 奉父子圣灵的母归你十四世 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底下 不管你是进水里,是连水里,是哪一种洗 这个洗表示我们有耶稣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 一次就过了,不是说我高兴了今天洗一下,高兴了明天洗一下 这个受洗,是在撒旦面前,在天使面前,在人面前,在上帝面前见着 你从这个时候起,从此至此的 你归于耶稣基督的底下,是受洗 这是一洗,一主一信一洗 而且这个真实的信,而且我们这个信 我们的这个信,并不是说圣经可以改 并不是说某某人,某某先知又从哪里领受了什么新的话语 这个信是从前一次交付圣经的真道 在犹大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从前一次交付圣经 这些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 他们一次性从神的灵灵中话也写下来 成为这本圣经,没有更改 普天之下,所有的教会信的是同一本圣经 这是我们的一信和一洗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能够合一,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 对吧?我们是一主一信一洗 我们是一个指望,我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福建之下,你去到任何地方的教会 他所传讲的都是圣经 他都是在为主做建筑 他都是靠着圣经的能力去活出神的建筑 去完成神的时光 而不是说这个教会像这个样子 纵然我们在一些敬拜或者形式上略有不同 但是我们最终都是一个目标 都是为了完成大使 都是为了保守圣灵所赐,何而为的先 都是为了见证主的 这都是一样的,普天之下所有的教会 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建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不管你是哪个宗派的,你是为理工会的 你是长老会的,你是基督徒会的 你是什么堂,什么一洗一宗的 都是我们的这种指派 因为各个支派指的是指的是 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 大家的观点略有不同 略有不同,没关系 或者你强调这个,他强调那个 但是没关系,我们信仰是同意为耶稣基督 只要我们的信仰一信跟我们是一样 一洗跟我们一样,一主一样 同一个指望就是在天国 对吧,一个圣灵,我们同意为一个圣灵 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这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洗,没有任何的改变 从天之下所有的基督徒蒙神所拣选的 成为神儿女 蒙耶稣去用宝水捷径的 这就是大而公之教会 我们读不识都行 最爱开始的信仅就是大而公之教会 不是一个信的,不可能合约 对吧,东方闪电来,我们不可能跟他们合约 那些地端那些邪教,包括那些异教 我们不可能是否跟信佛的信道的 信什么可安静的什么烂七八糟的 造成的佛教,我们跟他们不能合约 为什么,因为不是一个信 不是一个主,他们信他们的主法 我们信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信我们的圣子圣灵 独一的真实 信的不一样 一洗也是一样 你知道有些,有些像那个 其他的教派他们也有受洗的 他们也有那个洗 像那个穆斯林他们是 虽然不受洗 但是他们有很多类似的仪式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奉圣夫圣子圣灵的名 实习,一表着我们 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 复活才有盼望 他们的那个死的不会復活 所以说 这个六个一 之前变成六个一 后面的七个一加了一神 不能增加,不能减少 如果说不是一个圣子上的肢体 那我们当然也不是 您是佛堂里面,当然也不是 你不是认耶稣基督为主 你不是信仰我们独一的真实 我们唯一的一本圣经 你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义 你们有我们的盼望是轮回 而不是天活 没有跟我们指望不是一个 你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来更新改变做工 规矩见证 不是这些,你跟我们就不可能是 心灵实际的事 我们跟你也无法合理 多一个不行,少一个不行 少一个都不行,多一个更不行 有的人说我多一个 你必须是我们风中滑下 这就成了一团 这真的就成了一团 你去把你自己的这个教派 你自己的这个教会 或者说你必须要崇拜圣灵 你就把你自己的这个牧师 举得跟神比较高 这就成了一团 所以七个一多有不行,少一个都不行 我们知道这个一,七这个数 在圣经里是个完全数 七个一就表示是完全的 少了就缺,多了就增加 化石要添加 所以不能增加,不能减少 大家记得,七个一 一个身体,一个圣灵 同一个指望,一主一心一喜 最后是一神 所有合一的人 我们所有是 最后一神 我们所有合一的人 就是我们一个身体 一个圣灵,一个指望 一主一心一喜的这些人 我们在一处敬拜同一位上帝 荣耀同一位上帝 荣耀同一位上帝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神 就是一个神 然后他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逛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是神的 无处在 无所不能 充满万人的等纪 你说,他如果说 是超乎众人之上 对吧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就说,这个神如果超乎众人之上 他肯定是,他就在天国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在他呢,不在我这 我活过这几十年的迟光 我赚钱,我死了就死了 跟我没关系 可是呢 这个神 他确实说 不仅超乎众人之上 他也惯乎众人之中 他能够住在我的里面 他能够住在我的里面 这个话 没有办法给解 没有办法给解 但是神 他是无所不能 他是充满万人 还有一点 他是住在众人之内 他比最高的海高 比最小的海小 比最干的海大 是充满宇宙万人 这是我们的神的本性 这是我们的神 他们的那个神不是 对吧 你说你如果是个拜佛的 你必须上庙里去烧香 在家里烧香 是要烧 但是那个庙里都更管用 你要喝的时候 你必须对着他的相喝 你不能对不对 他不是充满万人 他不是无所不能 他如果说是 他也就惯乎众人之中 住在众人之内 然后超众人之上 他没有这个特性 他没有这个特点 没有这个本性 所以我们的神 就是比最大海大 比最小的海小 比最高的海大 比最深的海大 比最深的海大 就是充满宇宙万人 这是我们的一神 我们赢着前面六的一 我们敬拜独一的神 这是我们合一的信仰 在最高的高处 在天外的天里 有神的宝座 在最小最小的 我们的肉体中找不见 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里面 在我们的 有神 有世界的圣灵 基督在我们里面 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我们看不见 我们摸不着 但是我们知道 因为他的能力带来我们 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 让我们尽一切的真理 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合一 让我们成为心脏的人 我们知道他在 所以只有这一位上帝 才是真正的 永活的 永远存在的 无处不在 无所谷 充满外面的神 这是我们的一神 所以他的本性 假神是不具备的 假神是不能够超过众人之上 然后又灌过众人之中 又住在众人之内 你不能信佛的人 你不能说我这里面 出了个众人 那 但是我们的神 你不能说惯乎 惯乎众人之内 他也不能说这个话 但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是的 他们要去朝圣 为什么要去朝圣呢 我们基督徒可以说 我说 我这辈子不去耶能撒罗 没关系 你随时随地跪下 神对于你可能在 你现在祷告 神对于你可能在 但是他们余医生 要去朝拜家 他们的神在拜家 对吧 他们的神拜家是他们的圣灵 都不一样 所以完全不一样 受制于时空 受制于这一切的陷阱 这是假神的特点 但是我们的神不是 我们的神的特点是什么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是他的特性 他的本性 就是无处不在 无所不能 充满万有的 是我们的意识 所以这前面六个一 是我们再说一个身体 一个圣灵 同一个之王 然后我们一个主 一信一喜 我们信奉 同一位神 这七个一 是个完美的书 多一个不行 少一个不行 不能增加 不能减少 这是我们合一的信仰 这是我们真正的信仰 有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教会里面 看见教会的弟兄姊妹 就是看见教会的弟兄姊妹 有些人呢 你知道他真的很追求 他不管是因为神经典来到教会 在马拉圣 很多人就是神分 这个不重要 对吧 来到教会 你看他真的信了主 他真的追求 他真的愿意去领受 一点一点的成长 心里真的很开心 有些人 心里出什么开心 他就觉得 他就是为了证明 他就是为了神分 他就是来应付差事 他也没能骗得了 他连谁都骗不了 他连人都骗不了 而我们在教会这么多年 看着一切而出都骗不了 他还想骗神吗 对吧 你骗不了 你不去为这七个一 你不是耶稣基督身体里的 一个职体 你不是一个身体 你不是 你身上没有圣灵的印子 你没有永生的盼望 你不是承认耶稣基督为你的主 你不是信仰的不统一为神 你不是奉圣 你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舍死也是做的样子 最终你不相信 这位全能的神 超入众人之上 观入众人之中 住在众人之内 他是无处 住在众人之中 不能充满万有的神 你坐在这里做样子 真的是很可怜 就是我们能看到 就是觉得很可怜 很可怜 这样的 就是盼望 我们今天讲的七个一 这七个一 是合一的基础 合一的基础元素 七个元素 多一个不能少用 你看看 并不需要你有什么高层的知识 高层的学问 你只要真心的相信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主 你真心的接受他 做你生命的救助 你真心的愿意信靠他 圣灵会在里面做工 这七个一米都不会有 都是具备的 你就是我们 一个身体 一个圣灵 我们再次想要 一个身体 一个圣灵 一个指望 一酒一心一喜 我们信奉 多一个圣灵 这是我们合一的信仰 再说 多一个圣灵 少一个圣灵 少了 不是 多了也不是 多了就是人的家庭 所以说 我们讲到 合一的信仰 合一的信仰 希望 至少 听到 这些消息 听到这些福音 听到神在教会里面 对我们的 这些心意 我们希望 每个圣灵 能弄成为 一个真正的圣灵 而不是在这里做的样子 你圆了你的美国 我们在这里做的圣灵 最后你在地狱 你再说一遍 一个身体 一个圣灵 一个指望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到那一天 不要怪我 我觉得我无数次的站在这里 我无数次的把这个真 真的要讲的一清二楚 不要到时候说 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 我没听见 你是否是 我们的弟兄 你是否是 耶稣基督 联余耶稣基督 你是否是一个身体上的真体 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助 你是否愿意拿到这张天国的位卡 你是否愿意把你自己的指望 从天 从地上挪到天上 完全在于你自己 圣灵带你来到这里 我相信圣灵带你每个人来到这里 你的指望应当是在天堂 而不是在你地上 应当是耶稣基督 而不是你自己的一些盘算 好 我们一起来背头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典 主耶稣 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是你的身体 我们是你身体中的肢体 你是葡萄树 富士 你是葡萄树的干 我们是知子 富士能在陪你的 主耶稣 我们真的是 愿意接受圣灵 我们愿意接受神与自己 我们愿意同有一个人指望 我们愿意一主一心一喜 我们信奉同一位 我们的三一个神 我们的天父上帝 主耶稣 求祝你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 也特别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 也特别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瘟疫期间 自己还有家人都能够平平安安 主你也除去 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恐惧 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 你是会我们的 求祝你看过我们 将你平安的道赐给我们 也将你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自己的灵 能进入一切的真理 让我们能够走遍地子 成为一个见证 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好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